好,那我来念三通拉筋解剖书,第二次念,先来念如何使用本书。 三通拉筋解剖书是以人体基础解剖学及生理学为基础,结合拉筋及柔软度训练而设计的实用手册。 原书收入了114种的拉筋操,这些拉筋操依照伸展道的身体部位来颠排,对于运动道的目标肌群都有清楚的拉线图示。 除了详细的解剖图示,每个伸展操的介绍内容还包括以下几个大象。 施行步骤,拉到的肌群对哪些运动有帮助,有助于修复哪些运动伤害, 以及练习该拉筋操的诀窍与常见问题等相关资讯。 本书采同一的编排风格,清楚呈现每个拉筋操的资讯,方便读者阅读及实际的练习。 对于每个拉筋操的反面编排,可以参考以下样张。 以下样张就是,以每个拉筋操都有一个专属的编码及特地的名称。 例如,这个样张是第十五号,折臂式胸部拉筋操。 步骤的部分,它说,轮字搭配图解,说明动作的要理,提供拉筋操的练习概要说明。 第三,拉到的肌群方面,完整列出所设计的目标肌群,分为主要肌群跟次要肌群。